HELTS 文章 HELTS 文章 大家好,今天還有來跟各位分享HELTS的另外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2016年出版的 那這篇文章的標題如果用中文把它翻譯過來的話 主標題大概是認知組裝體 副標題大概是技術能動性與人類互動 那在這篇文章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認知組裝體 那HELTS認為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當中 我們必須透過這個概念重新去理解人跟科技的關係 以及理解科技可能帶來的改變 所以我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什麼是認知組裝體這個概念 首先在前一篇文章的導讀當中我們已經跟各位提過了 HELTS其實是重新界定了認知這個概念 把認知重新界定成一種過程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呢 資訊被放在脈絡裡面加以詮釋才能夠生成意義 同時呢 HELTS也主張 在這樣狀態底下這種認知過程其實不是人類獨有的能力 包括非人的其他的物種動物植物也都有認知能力 甚至在科技系統科技物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認知過程 那我們在上篇文章中已經談到了 HELTS認為說因此我們應該要能夠去看到人跟科技物 其實開始構成了一種所謂的分散式認知系統的狀態 那在2016年這篇文章裡面 其實HELTS就是進一步的透過認知組裝體這個概念 去說明這種分散式認知系統 所謂的認知組裝體因此它指的其實就是 人跟技術系統相互連結而且他們的認知決策會彼此相互影響的一種混雜的狀態 組裝體這個概念最初其實就是帶有連結、改變、流變這樣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在這篇文章當中 HELTS其實就是透過四個例子來去說明這種認知組裝體的共同行動 但是如果我們先稍微跳到結論來說 其實HELTS在這裡想要主張的是我們在今天必須承認 人不再是完全的主宰者 我們必須要去看到其實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才很能去清楚的認識到各種科技 將如何改變我們自身以及改變我們所生存的世界 那我們回到剛剛提的 HELTS在這個文章當中談的幾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指的是這個洛杉磯的自動交通監測與控制系統 這個系統其實是在1984年開始開發 然後到2012年正式完工 這個系統監控了整個城市地面上 總距離長達7000英里的街道 那HELTS主張這個系統與它的操作者的結合 其實示範了科技物的認知 如何跟人的認知合作 然後影響了數以百萬計的城市居民的生活 這個自動監測與控制系統的運作 我們大略來說它大概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城市的街道上其實佈滿了大約有18000個感測器 以及超過400個監視攝影機 那這些感測器會透過這個所謂的磁力感應來運作 然後每秒會登入超過4000個交叉路口的交通流量與速度 那監控中心會不斷的透過這些感測器傳回的資料 來去調整它自身的運作 接著在這個監控中心的電腦內部系統裡面 會透過演算法與資料庫的合作 那系統就可以去找出一些交通模式 然後進而去判斷是否有異常的交通狀況 同時整個系統的操作者也就是人 也必須內化某些交通模式的類型 然後進而在一些特殊的狀況底下 去做出一些有根據的決策 它有主張其實這個自動交通監測與控制系統 其實示範了三者的合作 人類有意識的決策 人類對於模式的非意識辨識 以及最後一個是電腦演算法處理器與資料庫的技術認知 也就是說例如當某個交叉路口發生異常狀況的時候 感測系會傳回資訊給系統 系統會察覺到這個異常狀況 並且閃爍燈號通知操作者 接著操作者可以進一步的去透過監視攝影機 來去確認異常的交通模式 然後去下決策來排除狀況 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那在第二個例子呢 他有舉的是我們其實今天也很熟悉的 所謂的數位助理 不過這是一套由加州聖和熙實驗室 所開發的一套數位助理 他被稱之為VIV 其實VIV的開發者就是Theory的創造者 但是回到這套助理上面 這套助理其實他能做什麼事情 這套助理可以在 當你問他說我要去我爸媽家 然後我想要順路買一瓶低價的紅酒 來去搭配我們晚餐的義大利麵 這時候VIV這套系統 他就會開始去分析 比如說他會先開始分析 爸媽這個詞 這是一個親屬稱謂 然後從聯絡人資料裡面找到資訊 接著他會開始規劃路徑 然後去詢問使用者 你願意繞多遠的路去買酒 然後再來他會去網路上 搜尋適合的酒款 接著也會問使用者可接受的價位 最後在統整這些資訊以後 提供給使用者相關的店家 路徑等等資訊 那Health認為說 在使用這樣子一個VIV 這樣子一個數位助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使用者與VIV之間 就構成了一個認知組裝體 VIV的運作就像是替代了 我們使用者某些部分的認知能力 那這其實就像我們在開車的時候一樣 如果我們開車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是緊盯著導航螢幕 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空間方向認知 我們探索環境的能力 都被科技物取代了 Health認為說 在這樣的關係當中 其實人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例如說他看到 大腦的一些部分的認知能力 可能會在這過程當中萎縮 或者是比較外顯的是 在使用這樣的一個數位助理過程當中 也許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移動 會漸漸的同質化、例行化 那也會讓日常生活的探索 失去了那個驚奇跟驚喜的機會 那這是第二個案例 其實在第三個案例裡面 Health談到的則是 美國麻生理工學院 他們開發的一種叫做 Social Matter的裝置 這個裝置它能夠去測量探測 人跟人之間互動的時候的 社交訊號的一些生理指標 那Social Matter的開發者 把這些訊號稱之為 所謂的誠實訊號 為什麼叫誠實訊號 因為這些訊號是我們意識不到的 因為意識不到 所以不可能 應該幾乎不可能去 偽造這些訊號 所以這個被稱之為誠實訊號 那因此當使用者穿戴上 Social Matter這個裝置的時候 他就可以得到 原先其實意識不到的那些社交訊號 那在Health看來 在那個人穿上 Social Matter的當下 其實他們也構成了一個認知組裝體 那在這個案例當中 Health指出了 其實這指向了未來 我們其實需要去考量的一個 所謂的身體監控的風險 也就是說 透過Social Matter這類裝置 我們可能去看到未來 人們非意識的整個身體的反應 都可能會變成監控的對象 好最後 在文章最後 Health提到的第四個案例是 就是無人機的案例 他認為 認知組裝體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以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 重新思考無人機的倫理議題 一方面 在駕駛員跟無人機構成的 這個認知組裝體當中 所謂的認知過程 其實是發生在 從這個無人機的探測器 開始接收資訊 到無人機的系統處理資訊 再到駕駛員的這一連串過程 換言之 當我們認真地在說 這裡面的所謂認知運作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人在認知 不只是人在詮釋 也不只是人在行動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有多大程度 能夠確信人是那個主控者 來控制的這個過程 另外一方面 反過來看 相應的問題當然也就是 一個發射飛彈的決策 到底該由誰來負責 或者說更確切地問 到底誰真的能夠負責 好這以上四個案例 其實就是Health 在這篇文章當中 嘗試透過這些案例的說明 來去探討 認知組裝體的運作 跟它帶來的影響 那我們也許可以說 Health在這一篇文章當中 其實不見得有提供的解答 但是它提供了一個提問 跟反思的起點 像我們今天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 重新以這種認知組裝體的概念去 理解去想像各種科技發展 與社會的關係 那我想這是Health 在這篇文章當中 或是在他的整個學術的 這個生涯當中 試圖帶著讀者想要去做的事情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這篇文章的導讀 好 謝謝各位